全国双拥办 扎实开展情细编海防官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 2022年春节来临之际 全国双拥办组织开展情细 编海防官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 为编海防官兵送去节日问候和祝福 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 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推动双拥工作扎实落地 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这次活动 全国19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70个 全国双拥模范城 十余万名党政机关干部 大中小学师生和社区群众踊跃参与 纷纷通过写慰问信 会手工话 编平安节至贺年卡 做小书签以及录制拜年威视频等方式 给编海防官兵送去新春祝福 各地还自发准备了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佣军礼包 贵州次离之 湖南茅家贡菜脆椒 重庆桃片 云南普尔茶 青海牦牛肉干 宁夏枸杞等带着家乡味道的特色食品 以全国双拥模范城卫单位 寄送给驻守边关海岛的人民子弟兵 据了解 情细边海防官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 已连续举办两年 全国共295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参加 充分表达了地方党委 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关心关爱 激发了官兵卫国戍边的昂扬斗志 同时 全国双拥办还指导各地持续开展以走访慰问送关怀 爱老助老送健康 家属就业送帮福 子女教育送关爱 保障权益送温暖 尊崇功臣 送喜报为主要内容的佣军优署六送活动 常态走访慰问边海防官兵家庭 帮助解决老人就医 子女入学 家属就业等实际问题两万余项 以实在暖心的举措提高军人军属幸福感获得感